德万敬全场一杯 为这一场德州普克的精彩排局 拉开了一个欢乐的序幕 这个排局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这个排局是德万玩二期 德万拿到了二期杂色 这是德州普克最差的牌 这是两张最小的牌连不上顺子的牌 你要到六有三四五六 二三四五六成顺子 但二期就成不了顺子 所以它是德州普克最差的牌 这手牌德万启瑞斯 他被后面装位的曹瑞 做了一个三拜特 一般的人这时候二期就不玩了 但德万选择在不立位置 用二期平尻 不想放弃二期啊 即使二期这牌不立位置 是非常难打的 还是一个三拜特地尺 德万过牌 然后曹毅很随意的下了三万 这是两个松胸牌手之间的心理战 其实我觉得你面对德万和德万玩牌 你最好三百下的范围 就是连牌 就是结构牌 好点的结构牌和那什么 和那个真牌 你别拿太宽的范围去三拜的他 你肯定玩不过德万 他是这方面的行家是吧 你要真和他玩 你拿好的结构牌和真牌去三拜他 要不然我觉得真的和他打得太负一味了 总体而言你和德万打牌就是负一味 就是一般而言 就咱们大家而言 你看这手牌 德万他并没有就是像一般的人 就是轻易放弃二七 他二七做了一个瑞色 曹瑞这手牌也没有轻易放弃 两个人拿一手和这个牌面几乎没什么关系的牌 就都带点后门顺 就拿那种没关系的牌 两个人操作了起来 有点像艾维的有一手牌和谁 两个人空气在翻牌 瑞斯再加住再加住再加住 最后all in 两家空气打到all in 得万问曹瑞还有多少筹码 曹瑞后手还有四十万 底时目前三十三万五千 得万这里边还是不信曹瑞 他这时候是真的想知道曹瑞的筹码 有多少 他想得到更多的信息 然后做一个对自己而言最有利的操作 咱们可以看看这手牌啊 三十三万五千的底池 其实这个操作咱们是可以学一下的 看你抄码有多少 然后我下一个什么样的柱 咱们看看得万的意图 看得万很认真的在玩最后牌 在操作二七啊 得万下了一个十六万 其实这个柱 看着不中 但是曹瑞如果跟进去 就套持 是吧 就这个偷鸡 得万 他应该是这个意图 我这个偷鸡投入没有很多 但是你一尻 其实你套持了 是吧 在这 曹瑞尻尻了下来 拿七八 而合法又发出一张K 现在已经 曹瑞已经套持了 得万觉得你 我转牌打 你都会套持 你还能跟我 那你是真的有东西啊 而且这圈AK 非常接近三百人的范围 得万还想 最后确定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牌啊 先观察玩家曹瑞 你要真的有点什么马脚 我给你拼一下 但是得万转牌打之后 他应该觉得自己的胜率不高 我问你筹码了 我问你一尻 你会套持 你转牌还靠我 反正德万最后就放弃了 反正给了曹瑞一个机会 曹瑞 这里边还在做戏啊 反正选择凹链 其实曹瑞最后真的给德万骗了 曹瑞最后是真的给德万骗了 德万其实 最后信曹瑞有牌 他一个动作看出来 他信曹瑞有牌了 反正曹瑞啪亮出了自己的七八啊 反正德万一看你是这种人 这个牌是吗 推下瞪的 反正德万很有好的 很有那个气度的 气量的和别人去那什么 去祝贺别人 去对下拳啊 表示 那拳掌范围非常的高兴啊 都想不到 其实旁边的人没想到曹瑞是这么操作的 其实曹瑞这种打法挺被动的你知道吧 其实咱们接下来还是不要学曹瑞这种打法 因为他这种打法 只有像德万这种精博精心计算 他觉得我那什么 是吧 我最后偷你真有牌 他放弃了 一般的人啪啪啪偷三条街 最后比如德万在偷 曹瑞也只能负牌是吧 其实曹瑞就是一个最后是一个被动的打法 咱们德州普还尽量是采取主动的打法 我觉得这手牌是曹瑞就是面对德万 他想去这么和德万打 他不相信德万啊 而是最后一直扛了下来啊 其实曹瑞能扛下来这一点而言 也挺不容易的 但是其实咱们是不推荐曹瑞这种打法的 咱们这手牌也可以看看 德万他精细的操作 完他的想法 虽然是这手牌德万最后输了 是吧 但是曹瑞真的是 可以说胆子大了 曹瑞一手牌打的真的是胆子大 是吧 然后咱们主要是德万的视频吧 咱们就吹吹德万 等到时候做曹瑞视频的时候 咱们再吹吹曹瑞 我吹曹瑞怎么打德万是吧 做不同的人视频 咱们不同的吹法 上手牌 我是不是应该把背景音乐搞得大一点啊 因为上手牌听听背景他们说什么 应该挺happy的是吧 我都录完了 我才想起来应该把声音搞大一点啊 咱们下次吧 是吧 下次一定啊 这手牌德万拿到99 其实我想说一下 我最近就是玩一个卡牌游戏啊 我有个思路 我感觉也挺好的 就那卡牌游戏里边 有一个炸弹那张卡 就你炸弹和别人对位的时候 你要能炸到对方高质量的卡 你就特别有优势 然后当初我玩这个卡牌游戏 刚玩的时候嘛 我就想 我这个炸弹 怎么换位置 对我最有利 我就想 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想 后来玩几次 我就发现 你应该考虑对方 就是对方怎么换这个炸弹 对对方最有利 往事 你在依据对他最有利的方式 你去调整你的炸弹 这样就是最好的 你知道吧 就是不要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 从对方的角度 对方这个卡组的结构 他这个炸弹怎么换位置 然后对他最有利 然后咱们根据他最有利的方式 然后咱们调整自己炸弹的位置 算了 回来看这手牌吧 现在到关键时刻了 德万击中四个九的炸弹 我正好这手炸弹 咱们说一下 我前面这个卡牌游戏 那是一个挺简单的卡牌游戏 但是我研究起来还挺好玩的 因为那游戏刚出 我想怎么配卡组 还是怎么能用 就是最小的成本 配一个性价比高的卡组 因为也没什么钱 也不舍得投入钱 就想怎么就充击点钱 然后我怎么配出一个厉害的卡组 因为那个是有点外部三游戏 还是不太推荐大家 去玩这种外部三游戏 这种游戏风险性贼高 像哥们智商贼高 他很难 很难亏啊 但是我觉得对于 大多数人玩这种东西都是亏的 所以不推荐大家 去玩这种外部三游戏 哥们从没亏过 虽然第一个外部三游戏 我是抱着亏的态度玩的了 智力太高了 你知道吗 很难让我亏了 这等万还不太高兴啊 其中四个九的炸弹 没打到价值 满脸都不高兴 就拿到AA 你一起瑞斯边都跑了一样 但炸弹应该更不高兴一点 毕竟炸弹比AA很难中多了 是吧 比拿到AA要难多了 咱们来看看这个正常的 瑞斯平靠底池 我前面不说 我玩第一个外部三游戏的时候 是抱着亏钱的态度 有人说你怎么能 抱着亏钱的态度玩呢 因为当时这个东西 没接触过你知道吧 其实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我想这个钱 要是亏就亏了是吧 我看看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能play to end你知道吧 就这种类型 然后我就那么接触了一下 虽然我也没亏钱 但是这个行 就这个外部三游戏 这里边90%的人都是亏钱的 他几乎啊 除了我第一个玩的 那个叫Asia Infinity 剩下所有的外部三游戏 庄家都是抱着割散户的心态 才来做这个游戏的 你知道吧 其实这个领域 我觉得8%90%的人吧 都是亏钱的 所以不推荐大家去进入这个领域的 来看看 这手抛马 德万是7890 买上下顺子 Alton是顶对 对K 德万在跟何万说什么 说好好发牌 是吧 我是顺子 给我发出来顺子 结果核关就真的发出了 7890钩的顺子 Alton是两对 那咱们来看看第二次跑马 K 三条K Alton 但是何牌 发出一张六 好像Alton说了一个德州福克常用术语 最后 这个节目 这个2022年的 就这期 德州 就是德万参加的节目 就没有太精彩的排军了 由于第一手牌比较精彩 是吧 咱们后边两手牌也混一下 给它混成一个视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咱们下次再见